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访问白俄罗斯 据俄新社报道 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克率领两国高级部长们 进行了超过2.5小时的会谈 会谈议题包括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合作等各方面 引起西方国家和乌克兰警觉 法新社称 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 普京称赞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最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 两国因共同的历史和精神价值而团结在一起 一起抵制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制裁 报道称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普京称俄罗斯没有吸纳任何人的计划 相关猜测来自恶意者 卢卡申科在记者会上称 没有俄罗斯白无法保障自己的主权 试图离间俄白关系的企图将以失败告终 这似乎回应了美国方面所谓 白俄罗斯领导人放弃国家主权的说法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20号说 此次访问对于加强俄白联盟 以及双方共同应对 包括俄乌冲突在内的诸多挑战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而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伊尔马科夫认为 此次访问期间 两国就继续开展联合军演达成一致 并就建立统一防御空间问题进行讨论 俄方交付的S-400防空系统和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已在白投入战斗值班 在当前俄乌战事胶着的背景下 此防有助于促进两国一体化进程 加强两国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共同应对西方制裁和威胁 也从战略上对乌克兰形成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 乌克兰对俄白领导人此次会谈反应强烈 20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雷巴称 普京和卢卡深刻的会面是一场政治舞蹈 没有做出任何关键决定 但另一方面乌克兰加强了白俄罗斯边境的军事部署